Do we have any song? 有嗎? 大家好 我是中醫康 想請問穗哥對嘉義科學園區附近的房子怎麼看 誒 說實話 嘉義有這麼有科學園區 台灣只有三大科學園區是有機會的 內科 竹科 南科就這三個 其他都是好小 去檢討一下其他的科學園區 空的空死的詞 慘的慘 然後多數都在玩土地交易的遊戲 那少數有些廠商進駐就這樣 所以你說嘉義科學園區 你自己 除非今天台積電要說我們去嘉義科學園區 那就請嘉義縣長認真地找一下吧 不然在之前 沒有用啦 要怎麼看電案有沒有合法申請的公設 其實合法就在於它有沒有權狀 然後那個登記項目是什麼 建商說有健身房 然後你就拿那個建造核准圖來看 健身房在哪裡上面規劃是什麼東西 台北就有很多知名的大型的上市櫃建商 或是知名的前三大建商呢 跟你講有健身房 結果是違建 交屋五年還會成立官委會可以買嗎 有什麼現金 五年還沒有成立官委會 只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建商爛 一個是房子賣不掉 那兩個都不好啊 或者是說好你要逢低買進 那價格就要非常的低了 建商爛賣不掉非常低的價格 才有機會買進去之後呢 繼續享受沒有關委會的日子 可是建商可能蠻爛的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我是不會跑 在中國網站看到掛賣預售屋 這樣子算買賣紅單嗎 不是 買賣紅單是指預約單的交易 然後通常在網站買賣的預售屋 算是一個預售屋的交易 它就不是紅單 但是我個人非常的不建議 你買預售屋的轉單 因為很多預售屋的原始合約 上面寫的權利物 對你不是很好 比如說最近看到有一個糾紛 上樑之前不准轉讓 就是你剛買一個房子 然後建商蓋到上樑 大概預計一年半的時間 建商規定你這個時間不能轉讓 否則不效 建商不會幫你轉讓 那你買賣的房子的權益 就會有問題 所以能不碰就不用了 想知道瑞哥對新莊富度星 還有頭銜的看法 新莊房子很多 新莊店面很難開 新莊滿好停車 新莊沒有景觀的房子 新莊違規住宅的地方 瑞哥覺得什麼時候可以出國 這想去哪裡 如果解放呢 我當然第一時間 我們去買賣的地方好不好 因為它會沉默 好吧 等到那個能夠出國的時候 全世界都瘋狂的出國 大家都出不了國 因為所有的飛機全部塞住 所以如果能夠出國呢 我覺得還是先在台灣帶一帶吧 因為沒有機票 可是我要去日本 因為我的日幣有分階段買進 這裡是all in 日幣的趨勢在往下走 所以你就想到買一點 想到買一點 買到明年後年可以出國的時候 你的日幣就很划算 對組合物有什麼看法 就是你去買一個那種塑膠鋼筋 然後這樣煮一煮就變成組合物 煮在哪裡 煮在山裡面的房子 Costco曾經也賣過一個好大的房子 放著就可以住 但是你要想喔 適合外國的組合物 可能不適合台灣 因為台灣太潮濕了 台灣有地震 那個房子 有兩下就倒掉了 或是說你放多久 它就發霉了 然後台灣整天下雨 它就漏水了 所以不要想太多 外國可以做的事情 外國可能它很乾燥 它可以做組合物 馬上就可以蓋好 在台灣容易漏水 容易發霉 上次不是說台積電不會去高雄 現在已經確定了 那要怎麼辦 就是不要接燙手山魚 不要接吊下來的刀子 讓子彈多飛一點 台積電效應在台南已經小紅 因為台南人終於相信 台積電一家進來 並不代表整個台南都紅掉這件事 然後什麼安平 台積電的人終於一想通 安平就是安平 就是水邊 沒有什麼台積電的員工去買安平 不要想那麼多 所以台積電跑去那邊 我真的覺得先過一陣子再說 風頭過了 反正現在房價長那麼高 你也不會想要買 那房子那麼爛 等一等再說 遇到標榜博爾價的預收物要怎麼辦 如果你真的很愛這個房子 3334的房子 沒有它你就死掉了 那你才買 不然呢 史惠哥都說不要買預收 因為預收物的風險很高 你因為你可能很容易會發生 就是說等到交屋之後 或是你去查石家中路才發現 你是唯一那一個 波爾價 100個建商只有一個是真波爾價 其他99個可能都是假波爾價 那你自己考慮一下 我是覺得不要買預收物比較安全 他以多一級預測2022年的房市 我每年都會做明年的房市如何 這個題目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我們的歷史題目 那我們就等年底再說 好啦 那年底啦 如果你今年都還沒有買房子的話呢 千萬不要想著買個房子 好過年的一個心態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過去的時候了 需要再買 不需要就不要買 如果你錢很多 不要買房地產投資 因為買房地產投資是最笨的